世上总是好人多 但也包括一些坏人 根据阴阳相克相生的道理 我们就会明白小人不存在了 好人就无法体现出来 小人也是可以克制的 有的人遇到欺负自己的小人 就很生气马上就翻脸 认为不发威 对方会认为自己的病猫 这样做其实是不对的 会让小人狗急跳墙 用更加恶毒的方式来欺负你 学一学以下几种回击方式吧 你可以反败为胜 并且长治久安灵依 不动声色的交往 抓住小人的弱点 我们都很讨厌文字苍蝇 还买来杀虫剂 可是我们到底没有消灭它们 不得不选择和它们共存 小人就像文字苍蝇一样 可恶还是躲不过的 既然如此 我们就得不动声色的交往 不要咆哮 不要愤怒 不要争斗 在交往的过程中 发现并且抓住小人的弱点 就会有制服的方式 让其败给自己的弱点 从人性来分析人的弱点 有贪图利益 求生存摇摆不定建立妄议等 说白了活下去 并且获得利益就是人最原始的性格 也是最能够利用的人性 三国时期蜀国有一位将军孟达 在关羽想尽办法保护荆州的时候 孟达在一旁按兵不动 怕吃亏关羽战败被斩了 孟达又害怕刘备追究自己的责任 索性带着部下投靠了曹丕 曹丕对孟达很欣赏说 自度纯茂气量优绝 曹丕过世后曹瑞继位 对孟达很不满意 认为是一个叛徒而已 孟达不知何去何从 诸葛亮却主动向他伸出橄榄枝 诸葛亮通过孟达的好友李延传话 回到蜀国吧 不会亏待你的 诸葛亮和孟达合计一个从蜀国出发 攻打曹卫一个从曹卫内部起义 打个措手不及 李应外合就让曹卫一败涂地了 孟达认为若是计谋成功 就变成了功劳盖世的大人物了 可悲的是就在孟达起义的时候 司马懿带兵把他围困了十多天 然后剿灭了 而诸葛亮却按兵不动几个月之后 才发动北伐 与其说孟达被司马懿消灭了 不如说被自己的欲望 墙头草的行为打败了 用利益去诱惑对方 让对方露出破绽 或者更加贪婪小人的人品 就彻底崩塌了 人生的恶果也会出现 要知道鸟的翅膀上 系上了黄金是飞不起来的 阿尔坚持堂堂正正做人 让小人对你无计可施 俗话说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一个人被小人欺负多半是小人抓到了把柄 或者找到了薄弱的可以攻击的地方 当然人是不可能没有弱点的 只是可以巧妙地隐藏起来不让人发现 只是可以用堂堂正正四个字来抵消弱点的坏处 南宋时的岳飞非常爱国也得到了民众的认可 但是奸臣秦桂却主张投降 不断阻碍岳飞收复中原抵抗金国 最后秦桂想了很多办法查找岳飞的坏处 但是没有找到 于是留下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加害了岳飞 南宋灭亡之后 秦桂被打造成一尊贵者的雕像 放在岳飞的坟墓前 这就说明赢到最后的还是岳飞 还有战国时的庄子去卫国拜见朋友惠子 惠子担心庄子来了会抢走自己的相国的位置 就派人堵住庄子 当庄子出现在惠子面前的时候惠子哑口无言 孔子说过 其身正不令而行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你的正面形象就像是铜墙铁壁 小人看到你只能保持尊重的态度 欺负你的想法自然就消失了 在正义面前小人是有贼心没贼胆的 你抓住了这样的社交特点 就能通过改变自己 来回击小人了零酸 主动融入好人的圈子 让小人无处立足 有句难听的话 在乌鸦的圈子里 天鹅是有罪的 我们可以反过来理解 在天鹅的圈子里 乌鸦的无地自容的 小人混入了好人的圈子 若是好人不够坚定 那就可能一粒老鼠时毁掉一锅粥 若是好人圈子牢固 小人就会被童话 或者被排挤出去 在电影《南少林之怒目金刚》里 海盗头目蔡炎遇到了内外勾结的下属 然后被陷害无处躲藏身负重伤 少年方丈收留了他 并且查探出了他的身份 令人惊讶的是 方丈没有揭露他的身份 而是坚持带着他去做善事 保护父老乡亲 最后蔡炎接替了方丈的位置 虽然样子怒目圆瞪 但是内心变得慈悲 曾国藩说过 天下无异成不变之君子 无异成不变之小人 今日能知人能小事则为君子 明日不知人不小事则为小人 银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 某刻偏思暗暗则为小人 小人和君子是可以互相转换的 从不同的角度看小人也是君子 关键是你如何处理相处的关系 如何去感化小人或者打击小人 有刺青的人会做一些偷盗的事情 但是他从公交车上让坐了 其具有君子和小人的两面 若是有人加以引导 他一定会变好 你和好人联盟小人来到你身边 也会感受到好人圈的力量 他要走要流一定会有选择的零四 在有君子的地方也会有小人 有玫瑰的地方也有花刺 有鱼虾的地方也有险滩 不指望所有的人都是好人和小人也能相处 并且不被小人带坏 反而让小人变成自己人好心人 那才是彻底打击了小人 翻脸是无情的只会让两个人彼此挥舞拳头 唇枪舌战 笑脸是温和的也如棉花一样 让拳头有着落 却不疼痛 若是遇到十恶不赦不知悔改的小人 那就一刀两断好了别理会 人那诸恶莫作无为也善 关注我的文字走进你的心灵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